今天我们拉到美国 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 就是美国卸任总统遭到搜索 这是前总统川普 他在佛州的海湖庄园的家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突袭搜索 当时川普仍在纽约 那么川普的司法调查出现了戏剧性的升级 因为他卸任之后 没有依法把任内的相关 总统可以阅览的公家文件 交出来还给国家档案局 他带回佛州的住家 今年1月在国家档案局的要求下 他归还了15项文件 里面还包括了试涉国安的机密文件 美国前总统川普挥挥手 镇定的步出纽约市川普大厦 但其实不久前才传出 他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家 遭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干员突袭搜索 美国执法单位史无前例搜索美国前总统的家 川普立刻发布声明 表示他美丽的家正遭一群FBI干员包围 突袭和占据 这过去从未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 他已和相关政府部门合作 这次突袭搜查 没有必要也不恰当 甚至指控执法人员 连他的保险箱都开 川普的声明未提遭搜索原因 但他儿子坦诚这是调查川普 把总统记录从白宫搬到佛州住家的一环 美国司法部和FBI都拒绝对搜索发表评论 美国总统拜登据说事前也不知情 但川普支持者自然认为 这是对他的政治追杀 当晚一群川粉立刻涌到海湖庄园外 摇旗呐喊力挺川普 川普声明也痛批这样的袭击 只会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 跟水门案有什么不同 历史学家则说 前总统遭FBI突袭前所未见 即便水门案也没有 当时的总统尼克森辞职时 不被允许从白宫拿走录音带或其他资料 但川普可是在拜登宣誓典礼当下 从白宫搬走大量文件 美国总统档案法规定 必须保存与总统公职相关的所有备忘录 信件便条 电子邮件 传真和其他书面通讯 但偏偏川普有个坏习惯 之前就有媒体爆料 川普无视保存总统记录程序 常在看完文件草稿或备忘录后撕毁 有时甚至冲到马桶里 但直到马桶堵塞 必须叫人来修才被发现 但川普否认 共和党同生一气 直指司法体系被拿来当成武器 不过要搜索私人住宅 必须先由执法调查单位证明其必要 再经法官审查批准 也几乎可以肯定获川普任命的FBI局长瑞一 以及拜登任命的司法部长贾兰德核准 川普在卸任一年后 直到今年一月 才归还15项的白宫党案 当中包括被列为机密的国安资料 很有可能是这次发动搜索的关键 川普则在社群上痛骂 是激进左派的民主党人 不希望他2024年再选总统 请问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